李龙基被杨玉桓迷得七婚八素 压根顾不上刚长伦理 就开始性骚扰 杨玉桓自然无法接受 可李龙基却不管这些 厚着脸皮坐到玉桓身边 一脸猥琐笑容 不过这次李龙基终究没能如愿 主要他这次为了见玉桓 特地来到了宫外 根本待不了多久 所以这次他们依旧没尝试 可这俗话说得好 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也最为惦记 因此刚一回到宫 李龙基就开始找各种理由 照杨玉桓进宫 可玉桓对他已经有了戒心 怎么可能愿意进宫 因此他不是病了就是病了还是病了 头疼心耿伦翻上眼 次数一多就李龙基那厚脸皮 也有点心情不爽 寿王妃太不给面子了 其实寿王妃不来 倒是件好事 这说明他已经明白了陛下的心意 身为寿王妃 真好频频地入宫呢